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在1948年 那某一天被彻底打破了 就在过年之前一个月 李春秋突然被自己曾经的上级唤醒 要求他执行一个名叫 黑虎计划的作战计划 但是小编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接到任务之后的第一反应 不是想办法怎么去完成任务 而是自己的老婆孩子该怎么办 因为在那个年代 想从特工变成一个普通人是非常容易的 而从一个普通人再变成一个特工 这就成了李春秋最为头疼的问题 而饰演剧中李春秋的人 就是让人们熟知的老戏古祖风 他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既要温文尔雅 还要演出军统特务复杂 而内心心理转变过程 他这次在剧中饰演的人物身份极为特殊 自己小心翼翼的执行任务的同时 不仅要承受来自之前同事的怀疑以及试探 还要面对来自妻子的不理解以及最后的背叛 而在医院里 李春秋在情急之下 开始徒手拆炸弹 而不用小编和说大家也知道 一个普通的法医怎么会拆炸弹呢 在剧中李春秋解释说是自己之前受过培训 所以对炸弹了解过一些 而为了验证他的解释 丁战国当时还特地打电话确认实情 而类似的验证多次无果异后 为了让李春秋自己露出马脚 丁战国甚至假造证据 让李春秋误以为自己已经暴露了 因为这样他一紧张 就会有逃跑的打算 这样就能直接实施抓捕 最终最终李春秋还是凭借自己的智慧把这件事化想为一 而剧中两人就这样一来我我 互相试探的戏码 看的小编我是大呼过瘾 当然剧中除了精彩的主角对手戏 这部剧的配角也是同样非常出色的 比如小编我说的剧中梅婷饰演的李春秋的妻子姚兰 在剧中她饰演的是一个护士 虽然两个人变面上 看起来是一对很好的夫妻 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平时夫妻二人因为各自工作的不同 所以平时也是很少沟通的 可能有许多观众会恨她在剧中饰演的这个角色 因为她在剧中背叛了自己的丈夫 找了一个情人最后被发现 但是这种恨 其实也是对她演技的一种肯定 这部剧的演员可以说是各个演技在线 并且这部剧的剧情整体来说设计的非常精巧 而且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明显的故事转折 以及人物心理的变化 而线索的安排也符合逻辑 并且剧中的李春秋的内心其实是一直在挣扎的 这部剧的剧情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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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